嘉義民雄知名豆奶攤 遭衛生局人員勒令停業 因為招牌沙拉 紅茶豆漿採樣 驗出沙門是趕聚 但業者喊冤 有兩百多個 三百多個萊克樹 然後完完全全都沒有客人反應 業者強調商品都是現做 二十一號當天萊克樹近三百人 都沒接到反應 不清楚怎麼會有五位民眾 吃了法國吐司 蛋餅 豆漿等食物 出現食物中毒症狀 造成五個人住院 但巧合的是二十四號在宿舍暴斃的 中正大學零性碩士生 二十一號也跟兩位同學來這裡用餐 兩位同學沒有異狀 但多點了一份沙拉的零性碩士生 吃完隔天就肚子痛 當時同學還拿胃腸藥給他 到宿舍關切 碩士生躺在床上 說肚子不舒服 二十四號突然暴斃 也讓家屬質疑是豆奶攤食物有問題 因為有一些證據需要化驗檢查 希望把真相查清楚 希望不要再發生類似的一個不息事件 那也許是食安的問題 他的潛伏期六到七十二小時 那他的致死率是比較少 儘管沙門市感菌致死率低 但除了食物中毒 若引發傷寒 負傷寒或敗血症 延誤就醫 可能小命不保 到底碩士生暴斃是不是食安出問題 監禁已經相驗完畢 就等化驗結果出爐 進一步釐清 記者後果完結報導 請多 谢谢观看